大家好,欢迎来到海纳渔夫工作室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中年人的旅美纪时 大高个的故事 来美国,不止一次听见在美只要你生病了 不管你什么身份,不管你有没有钱 美国的慈善医院都会首先给你治病 首先听房东大哥说起,我求他带我去医院看看 因为在中国,我曾因为未初选住过一段时间的院 但他笑着说,你来美国还没有几天 又没有哪里出问题,就去混美国的福利 美国人会鄙视你的 我笑着说,其实我只是想去体验一下美国医院的看病生活 告诉给我的读者朋友们 这一天,其实我不希望发生 哪个人不希望自己健健康康的呢 不过,因为我有心,在我身边 我发现就有一个这样亲身经历的人 出于好奇,出于质疑 找到了这位比我大的大哥 年龄比我大,块头比我大 我与他做了相对深入的交流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我对人物中国地址等做了适当变更 请读者朋友们理解 大哥来自中国河北 看上去憨厚朴时 目前他在美国还没有身份 他在拉斯加打工期间 因为腋包恶化,导致他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来,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经过微畅手术,医院14天的精心治疗 他康复出院了 这期间,他说他得到了美国护士非常精心的照顾 美国护士经常给他擦洗全身 连倒尿管与身体的入口处 美国女护士都照样擦洗 整个治疗下来,花费了约14000美金 在入院前,他身上只有400美金 住院期间,他的老板给医院送来了1000美金 缺口达12000多美金 出院时,医院记下了他的护照号 还给他买了到洛杉矶的机票 告诉他有钱了就来还给医院 信任,对一个没有身份的外来劳工是如此的信任 这就是美国,人性,简单,单纯,信任无处不在 大哥说,他在医院期间唯一不习惯的就是生活 吃了半个月老美的饭菜,他瘦了20多斤 大哥原来在中国是开车的 来到美国一直在餐馆工作 餐馆管吃管住,一天能赚70到80美金 但每天干12个小时,他感到非常疲倦 他说他很想念中国的家,很想回国 但是暂时他还回不去 我问他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他说中国好 我问他美国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他说,他说到美国,如果没有身份,不懂语言 只能到华人餐馆卖苦力,非常辛苦 无法进入老美的企业打工 或许我不赞成,但我尊重大哥的想法 失败者找借口,成功者找方法 我无以批驳这位老大哥 因为有一天我沦落到去餐馆洗盘子 如果还有今天这样的心态 或许我才有资格这样说 不过我会努力,让这一天不会发生 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如果你没有头脑,不懂语言 没有受过一定的教育 如果你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自认为美国是天堂 你是从中国来美国捡银子的 我想这个社会或许不一定适合你 来美到今天也刚刚一周 我也接触到了在美生活的非常幸福 轻松快乐的中国人,不止一个 他没有想过再回到中国 有些保留中国国籍完全是因为回家看父母 亲友方便 这个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在我脑海中 早就形成了美国非常人性化的观念 他处处将人的尊严与生命放在第一位 老大哥今天已经奔赴新的一个地方 开始新的工作 在此我祝他一路顺风 在新的工作岗位赚钱多多 开心多多 我更大的心愿是祝福他早日获得美国身份 造福他的子孙后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